随着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逐渐过去 全国各地区纷纷推出了新的最低工资标准 来看一看这里面有没有你的家乡呢 截至2021年4月底 全国已有五个省自治区之下市 上调最低工资的标准 分别是天津 陕西 黑龙江 新疆 以及江西 而上海 吉林 安徽 四川等地也在计划调整中 从最新调整的五个省级行政单位来看 每一个都非常具有代表性 首先是最早公布的江西 江西自2021年4月1日起 一类区域最低为每月1850元 二类区域最低为每月1730元 三类区域最低为每月1610元 江西是近些年被网络妖魔化较为严重的省份之一 可以说仅次于东三省 撇开这些谣言我们来看 江西在经济上确实与东部地区其他省份有一定的差距 这和江西的地理环境首先分不开 江西是一个多山地的省份 省内河流互往密集 在省内修建基础设施的成本也较高 这也造成了江西在地理上很难形成一个有向心力的中心城市 弱中心化的经济模式 再加上周边经济大省的吸引 导致江西长期以来是东部地区人口流出大省 省内各地区反而为外省的中心城市所辐射 而劳动力的外流又反过来限制经济的发展 从而形成一个死循环 当然这并不是说江西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就能完全挽回劳动力 尤其是高素质劳动力的流失问题 中国目前已经拥有了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 四座一线城市 东部沿海城市群 内地重点打造的所谓新一线城市 这些动辄人口上千万的超级城市 必然会吸引更多劳动力前来 而最低工资标准要解决的则是 最为基层的就业保障问题 虽然其额度可能确实不多 但是考虑到中国庞大人口基础下 依然存在的大量低收入群体 每隔几年 小几百元的工资涨幅 也许就是一个家庭 不用在背景里想讨生活的资本 说完江西 我们再来看看天津 其实天津的新最低工资标准 是目前五个省级行政单位中最晚公布的 之所以将天津放在前面说 是因为天津和江西面临相似的问题 我们先看天津修改后的月最低工资标准 有2050元 调整为2180元 非全日制用工的最低小时工资标准 有20.8元 调整为22.6元 从2021年7月1日起执行 虽然天津已经是直下市 而且是中国北方重要的港口 但是靠近北京 使得天津在和北京的竞争中 完全不占优势 同样面临劳动力流出的问题 而且作为直下市的天津 其平均生活成本更是远远超出江西平均的水平 所以即使是直下市 天津依然有着加强中下层劳动力生活保障的迫切需求 其次是新疆维吾尔兹的区 其最低工资标准分四个档次 分别为1900元 1700元 1620元 1540元 每个档次均上调80元 从4月1日起执行 新疆作为中国最为西部的省份 在如今经济中心全面东移的时代 新疆的经济发展有着天然的劣势 而且西部地区脆弱的自然环境 也限制了新疆地区的人口上限 新疆还有着较为复杂的民族结构 客观上存在着 不同民族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 尤其是近年以来 新疆地区面临着复杂的舆情压力 因此提升新疆的最低工资标准水平 是维护新疆各民族团结 自治区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石 如果仅仅看人均收入水平 新疆确实河南与东部省份相比 而新疆的最低工资标准 却比很多中东部省份还要高 不过不要忘了新疆的现实环境 这里远离经济发达地区 一般的商品乃至日用品 工业原材料等等 经过长途运输的成本转价 使得新疆地区的物价水平 远高于内地相同经济水平的地区 很多去过新疆的朋友 多少都曾反映过新疆消费偏高的现象 因此新疆的最低工资水平高于不少内地省份 是完全合理的 接下来我们谈谈陕西省 陕西在今年5月1日起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一类区每月1950元 二类区1850元 三类区1750元 这里特别解释一下 所谓的一类二类三类 是各省份根据其省内不同区域经济水平制定的 不同最低工资标准档次 说起陕西近些年经济发展 与省份形象大有起色 特别是西安的发展 入选新一线城市名单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陕西这些年的高速发展 是建立在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的基础上 换言之 陕西依然与东部发达省份间有较大差距 整体发展仍相对滞后 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陕西地区最大的区域优势就是西安市 由于陕北的黄土高原和陕南的高山峻林 陕西的主要人口集中在以西安为绝对中心的关中平原上 陕西全省对西安高度依赖 没错 陕西目前的发展就是在朝四川的作业 倾全力打造一个中心城市 而西安作为关中平原 数千年的中心自然承担起发展的义务 这样的模式优缺点都是明显的 优点是在短期内可以快速拉动经济发展 缺点则是会扩大省内的区域不平衡 西安作为陕西最低工资标准中的一类地区 达到了1950元的水平 而相比之下 全国最低工资水平超过2000元的城市 也就是那几个名副其实的一线 以及杭州那样的东部发达城市 由此可以看出陕西发展西安的决心 同时也是西部省份发展几乎唯一方法 最后我们来谈一谈东北的黑龙江 就如同上文说的 东三省已经是全国被网络妖魔化作为严重的地区 我们先看看黑龙江的最低工资标准情况 黑龙江从2021年4月1日起 三个党的月最低工资标准分别为 1860元 1610元 1450元 分别上调 180元 160元 180元 我们已经讲了 最低工资标准是为了维护地方稳定 保障低收入劳动者的利益 而对于整个东北地区来说 有两个问题亟待解决 一个是人口流失 另一个是行政区划改革 东北地区作为新中国最早完成工业化的地区 尤其以重工业为主 其人口交易水平常年居国内前列 原因也很简单 当年这里需要大量的产业工人 对于文化程度的要求自然高出农民 与江西和天津同样 提高最低薪资标准 不会解决东北人口流出问题 短期内 市场经济的规律 一定会导致东部沿海 不自主地吸纳优秀人才 以及青壮年劳动力 但东三省的经济 在过去长期依赖国营经济 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加深 未来必然有更多的人口 脱离国营经济 其中那些有能力 前往沿海发达地区的人 自不必说 但是最低工资标准 能够改善因退休时间延长 但要脱离国营经济的 未来中脑连人口的生活压力 而东北地区的区化改革 更是与东北的自然地理环境 密不可分 历史上 东北地区一直是地广人稀 新中国建立后 东北作为主要工业基地的同时 当地丰富的煤 铁 石油等资源 吸引了大批外来人口 在东北安家落户 当时东北主要的行政区化 就是以那些矿藏 以及其他资源为核心 建立起来的 成功能型城市 例如像安山的钢铁产业 大清的石油产业 机器的煤炭产业等等 如今 随着长年开采 有些的功能型城市 最初所依赖的资源已经耗尽 很多地区的人口 超出了失去经济来源的城市 承载力上限 很多政府 乃至各机关单位 出现大量的冷源现象 又给地方财政 带来巨大负担 因此 对于当前的东北来说 已经到了重新考虑 更加符合现实环境的 行政区化的时候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